接下来我们做的题目基本上就不太需要算 这是跟一些饱和不饱和 你之类有关的问题 通常是不用算的 但是考试是会考的 说这个有盐巴沉淀的食盐水 保鲜膜封好放冰箱 然后放入前放入后 沉淀要什么样呢 就是如何 OK 好 那我们晓得饱和有的溶解度 那理论上对固体而言是温度越高 溶解度就越大 可以溶得越多 温度低会溶得比较少 所以我们现在它有沉淀 就表示这一杯现在是饱和装满了 装到最多 然后把它放到冰箱之后 温度会降低 溶解度降低 本来可以溶5公克 现在只能溶3公克 所以多出2公克会吐出来 吐出来表现沉淀量就会增加 然后溶的比较少 所以浓度就会下降 但是它还是在饱和中 还在饱和盆溶到最多 所以我们答案的选择叫做C OK OK 浓度会下降 那从刚刚到你做一个实验 底部没有沉淀的保温 刚刚好保温没有勾出来 然后温度缓慢下降 颜色没有变 飞体也没有沉淀 所以缓慢上升反而会变淡 变淡是什么意思啊 变淡反正浓度会怎样 浓度会下降 浓度会下降 温度上升融的比较怎样 少 这样我已经等于明示你答案了 所以图形要选哪一个呢 图形要选哪一个呢 这等于明示 刚才那个讲解等于明示你答案了嘛 number 27 27 来 please stand up 哇 追 嘞 温度比较低 b 不有沉淀 高反而有沉淀 融得少 a 很好 a 小时温度比较高 融得比较少 他那个c都不变嘛 那中时后来是温度越高 融得越多都不对 b 也就是温度要论多 他温度高有沉淀 融得少 所以他就只有a 对 还故意写了一大堆 然后跟你平常以为的不一样 了解 看题目就会了 不用算 啊这个也差不多 就给表格嘛 然后又把融解度写给你嘛 写给你 然后给你一个状况 其实哪一杯的浓度最大 浓度最多嘛 那温度不一样嘛 可以融得多少就会同嘛 那就当然如果都装满了 如果都装满 当然是温度越高越饱和啊 对不起 浓度就越大啊 可是如果没有装满就不见得了啊 然后来就这样子的状况啊 这样子的状况 那你觉得会如何呢 那a就是底下没沉淀嘛 那像bc就是底下有沉淀就表示怎样 装满了嘛 饱和了嘛 那就比较简单哦 因为就要简单哦 那会多少呢 因为他如果是没有装满 你们要去算一下 有错的事情不用算 看就知道 看就知道 OK 可爱大美女5啊 5 No.4 没有来 No.4 你没有14号吗 没有14号 来 No.5 去你5号 去你5号 去你 A 这个真的好简单啊 没有什么理由 不会啊 这个大哥 就装满啊 前面已经跟你讲了装满什么状况了啊 就跟你讲装满什么情况了啊 我可以照给我 啊 A啊 所以是哪一个啊 A啊 谁装最多啊 A啊 你前面这位大哥告诉你 A 你要不要相信他 A 很好 你说一下 有人是可以相信 有人是不可以相信的啊 好 当然 有猪啊 VC 猪都装满 饱和了 前面你要是你的谁装的多 温度越高 装的越多啊 那一个不要看 那一个没装满啊 别 有人是可以相信的 有人是不可以相信的 那位大哥是不可以相信的那种 OK 最后就是保一些饱和的题目不用算 不用算 那是要了解 理解 可以吗 可以